山东德州发生5.5级地震 京津义地区震感强 黑龙江25条江河发洪水 多地村庄被冲走 乌克兰无人艇击中黑海俄罗斯游轮 女卒世界杯西班牙破历史 日本队晋级八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球新闻 据大陆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当地时间8月6日凌晨2点33分 在山东德州市平原县发生5.5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震中位于北纬37.16度 东京116.34度 除山东外 北京 天津与河北地区都有强烈震感 震中距离平原县8公里 距离德州市31公里 距离济南市82公里 震中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26米 北京网友称 夜睡床晃如粥 也有网友表示 晃得差点从床上掉下来 住在楼房的居民纷纷下楼避险 目前暂时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 台风杜苏瑞影响下 大陆河北省98个县区遭受洪涝灾害 官方数据称 截至周五 受灾人口超过220万人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 局部地区周六又将面临10级以上大风天气 河北洪水未退 大风又至 据河北省气象台周六早间预警 当日河北中部以南包括保定雄安新区等广泛地区 有雷震雨 强降雨和8至9级大风 局部地区有10级以上大风天气 而在杜苏瑞的雨位下 仅邻北京的天津市面临上游洪水下泻的威胁 截至周五前 已经疏散了66000人 而周五据中共应急管理部发布的7月份大陆天灾情况 有超过1600万人次在各种天灾中不同程度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400亿元人民币 进入8月 通常也是降雨高峰和夏季最高温 预期大陆经济会进一步受到影响 官方表示 东北地区的降雨较往年可能会多出50% 严重影响作物收成 7月中 台风泰利袭击中国南方造成的损失超过了26亿元 而台风杜苏瑞在7月底之前造成的损失已超过147亿元 损失规模远远超过了2023年上半年的天灾经济损失 估计将进一步拖累下半年的中国经济 青唐人电视台记者曾文仙 田园综合报道 北京 天津 河北地区洪灾还未消退 杜苏瑞台风环流又侵袭东北 黑龙江多地灾情严重 目前有25条河流超警戒水位线 多地整个村庄被冲走 民众等待救援 8月5号 牡丹江宁安市居民王先生告诉新唐人 8月4号凌晨 当地突发洪水 不少房屋被洪水冲走 道路和桥梁被冲垮 王先生的家在高层楼 暂时没危险 但断水断电 手机马上没电了 王先生质疑 这场突发洪水可能是泄洪酿出的人祸 黑龙江上志市也突发洪水 4号下午 当地居民秦女士告诉陆梅 一面坡震的九江村已经失联两天 3号 村民的房屋只剩屋顶 停水停电 手机也没信号 一些人去找信号求救也失联了 3号起 黑龙江武昌市也洪水滔滔 稻田被淹 多地房屋被冲走 与武昌接壤的吉林省舒兰市也洪水漫灌 桥梁垮塌 道路受损 当地通报13.4万人受灾 一人遇难和四人失联 舒兰市一名副市长被水冲走 目前东北的灾情持续扩大中 黑龙江省水温水资源中心称 5号8点 黑龙江25条河流超警戒水位 牡丹江 拉林河 蚂蚁河 雅鲁河洪水已形成 新潭记者李韵 王佩涵采访报导 中国7月制造业PMI为49.3 连续4个月萎缩 北京当局提出28条具体措施 刺激民营经济 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叶教授认为 措施治标不治本 估计很难提振民企热情 因为目前看到的状况就是 中国一切经济内卷很严重 那这个内卷当然是包括因为整个全球生产链的转移 所以说中国过去可能吃大部分的一个全球市场 但目前它能处理到的一个部分越来越小 这也导致了很多的工厂开始不是说缺工 而是他没有工作给这些人去做 因为他的产量减少了 那碰到这样的问题 也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失业人口就增高 那基本上伴随着失业人口增高 整体国内的一个消费水平也下降 因为大多数的人 他可以去花费用的这些收入就越来越少了 那面临到这样的挑战 其实虽然说中国有14亿人口的一个市场 但是因为内需在溃缩 因为可以花它的钱变少了 所以它的内需也会很自然而然的溃缩 叶耀元教授认为 中共治下经济领域国进民退 国有企业的占比越来越高 员工越来越多 然而民营企业却在萎缩 而且对于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 中共都会安插党支部控制企业 对于中共推出的28条刺激经济 民企似乎热情不大 也就是今天对于任何市企业 其实只要有一定程度的规模的话 共产党都会放人进去 去想办法去了解它的一个企业 或者是控制它的一个企业文化 那这种思维本身就是反自由市场 中共共产党最近提出来这个方案 某种程度也是治标不治本 好像我给你一点甜头 你们就要出来创造工作机会 就要出来帮助国内经济 但是对于这些可能就算我手上是有财富的人 我有意愿要创业的人来说 他会认为我这个钱做下去可能不见得会真的达到一定的效果 甚至因为共产党在背后看着我 所以我可能到最后我做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或这样的一个产品 最后它的技术 它的know how 都最后被共产党给他走了 所以他会有这一层次的忧虑 然后他也担心说 因为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竞争 所以他会认为说这个风险实在过高 那因为考量到风险的关系 他们最后可能会选择 不愿意把钱投入这个市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海英 荣誉综合报导 据路透社报导 一艘乌克兰无人艇周五夜晚在克里米亚大桥附近 击中了一艘俄罗斯游轮 游轮又闲被炸开了一个洞 但无人受伤 克里米亚大桥通车和渡轮暂时关闭 据乌克兰疫情报来源说 这架无人艇装载450公斤炸药 袭击了俄罗斯给军队运输燃油的游轮 这艘名为SIG的游轮 当时正在乌克兰领海 是俄罗斯的主要游轮之一 该消息来源还透露 游轮被击中后从远处就可看到起火 据信袭击是乌克兰海军和安全局联合行动的一部分 基辅曾经表示 摧毁被占领领土上乃至俄罗斯境内的军事基础设施 对其反攻非常重要 俄罗斯立即回击 称这是恐怖行为 并且誓言要报复 前总统梅德威杰夫也表示 莫斯科可能会对乌克兰港口发起更多打击 并威胁给乌克兰造成生态灾难 上周五 另一架无人艇袭击了俄罗斯海军在黑海的海军枢纽 诺沃罗西斯克港 造成一艘战舰损坏 这是乌克兰海军在离岸很远地方首次展示实力 俄罗斯自从7月宣布停止执行黑海粮食协议后 一直轰炸乌克兰港口 该协议旨在允许乌克兰出口鼓物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秋月张瑞奇综合报道 西非地区集团的一位领导人周五表示 西非防长已制定计划 如果尼日尔的军政府在周末之前 没有恢复总统巴祖母的权力 则可能进行军事干预 法国周六表示将支持军事干预 但没有说明是否会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军事介入时提供军事支援 西非国家经济体对上周尼日尔总统巴祖母的倒台 采取了强硬立场 要求尼日尔的政变领导人在周日之前下台 这是从2020年以来 西非和中非发生的第七次政变 尼日尔有40%的预算依赖援助 目前西方国家削减了经济援助并谴责政变 西非地区的其他国家也施加了经济制裁 居民的生活开始受到影响 周四晚 尼日尔的新军政府撤销了 与前殖民国家法国的军事合作协议 法国表示 注意到军政府的决定 并说这些协议必须与尼日尔的合法当局签署 法国在尼日尔驻有1000到1500名士兵 美国 德国和意大利在当地也有驻军 由于尼日尔拥有丰富的资源 以及在与伊斯兰叛乱分子的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 尼日尔对美国、中国、欧洲和俄罗斯都具有战略意义 军政府声称 政变的理由是国家持续不安全 但数据显示 尼日尔的安全情况正持续改善 民选总统巴祖姆被拘留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的总统官邸 他在政变以来的首次讲话中表示 需要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帮助 他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 如果政变成功将对我们的国家、地区和整个世界 造成毁灭性后果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海英、田园综合报道 下面请看一组国际新闻简讯 现年70岁的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汉 因在任期间收受礼品案件被判贪污罪成 周六被法院判处三年监禁 在家中遭到逮捕 同时剥夺了他担任政治职位资格 无法参加11月即将举行的大选 但与去年5月不同的是 在他被捕后几个小时内 没有立即出现抗议者骚乱 周五代表好莱坞正在罢工编剧的 美国编剧工会首次会见 电影电视制作人联盟的代表 希望双方恢复劳资谈判 编剧工会在声明中说 对方愿意就最低薪资和AI方面磋商 5月2日因为对薪金、流媒体版权和限制使用AI不满 一万多名好莱坞编剧举行罢工至今 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投资集团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周六五日公布了创最高纪录的季度营业利润 让巴菲特盈利总额接近360亿元 哈萨维公司的第二季保险投资收入成绩亮眼 增长达到38% 而利润上涨和其他投资为公司带来收益倍增 在土耳其东南部城市迪亚巴克尔 空拍录像显示大批水牛冲向一池塘躲避高温 当地气温已经超过40度 政府修建了140多个零式池塘 帮助东南部牧民应对干旱气候 国家气象数据表明 东南部降水量比全国平均降水量减少了66% 比去年减少了19% 平堂人电视台记者秋月荣誉综合报道 周六2023年女足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 投两场比赛中西班牙大胜瑞士精彩连连 日本打败挪威成为今年唯一晋级八强的亚洲国家 女子世界杯足球赛16强淘汰赛周六登场 首场比赛西班牙在中场球员 邦马蒂两次进球两次助攻的率领下 以无比一击败了瑞士 史上首次晋级女足世界杯八强 接下来西班牙将在 11号的八强赛中对决荷兰与南非中的胜利方 而亚洲国家方面 日本队则是在8月5号的比赛中 以3比1击败挪威 第四次进入女足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 本次的赛时 日本队在前三场小组赛中一球没丢 但在对战挪威时首度遭破门 不过仍以3比1晋级 其中前锋 公则日成为本届赛事进球数最多的选手 目前已经踢进了5颗球 接下来日本队将对战美国或瑞典 新台人记者雨婷 总好报道 营救卢丝卫 原北京律师梁少华为同行发声 大陆律师卢丝卫在老挝被绑架的消息持续发酵 近日 原大陆律师梁少华表示 作为同行 他呼吁老挝立即释放卢丝卫 让他尽早与家人团聚 人权律师卢丝卫在老挝被绑架后 已经有超过60个国际和区域性人权组织 叫停老挝的遣返行动 因帮助维权人士而被中共吊销律师执照的 原北京律师梁少华表示 作为同行 他必须发声支持那些帮助中国进步 帮助弱者的律师 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卢丝卫向中共施压 帮助卢丝卫早日获得自由 梁少华表示 卢丝卫被中共吊销律师证期间 用法律手段提起行政诉讼 按中国的民主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规定 一旦有汉油和诉讼费 就应该被立案 但是中共不予立案 这毫无依据 另外 卢被吊销执照后 因为没有生计来源而去其他国家工作 却被中共限制出境 也毫无法律依据 梁少华律师表示 释放卢丝卫不仅合乎情理 也符合国际公约 因为反酷刑公约明确规定 被捕人如果有可能遭受酷刑 就不应该被引渡 倘若老挝政府一意孤行 公民法庭流亡律师团有可能起诉老挝 他指出 面对紧要关头 所有人应团结 呼吁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 关注卢丝卫事件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阳 李珍奇 洛杉矶采访报道 日本前首相 现任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 将于8月7日访问台湾 外界分析 这是日台外交史上的重要突破 日本前首相 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 8月7日至9日将率团访问台湾 外交部证实表示 麻生除了担任凯达格兰论坛专题演讲归宾外 也将规见总统蔡英文 及副总统赖清德等政府高层 自身媒体人石板明夫分析 麻生访台为台日自1972年断交之后 自民党访台最高层级干部 为日台外交史上重要突破 石板透露 两个月前就开始安排此事 不过一旦曝光 中共一定会强烈抗议 所以看到自民党正式宣布这个消息 说明日方已排除一切障碍 为板上钉钉 不可能改变了 也代表日台联手与中共在水面下的博弈 赢下了这局 外交部也欢迎麻生太郎 以实际行动支持台湾 除了彰显台日间的坚实有意外 也将进一步深化台日双方在各领域的实质合作关系 新唐亚太电视 胡宗汉 唐吉安 众里报道 爱荷华州听证会 中共窃取美国农业技术 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 周四在农业大洲爱荷华举办圆桌会议 听取该州农民表达对中共窃取农业技术的担忧 周四的听证会上提到了约十年前 一名中国男子直接从农地上 把种子挖出来偷走的案例 美国农民花了好几年才开发出的专利种子 不但被偷走了 而且这些种子生长出来的农产品 在中国会卖得更便宜 尤其是在你的区域和其他地方 近期引起更多关注的是 中共在美国的军事基地附近购买农地 这导致美国有一半的州 已经通过或考虑限制中方购买美国农地 现在有一笔神秘的土地购买案 就在通往太平洋重要的加州空军基地附近 加州众议员约翰·加勒曼蒂对此表达担忧 他表示 我们不知道这近9亿美元资金从哪里来 他们在该地区购买超过5万5千英亩的土地 引发人们非常担忧 美国议员正在寻求从联邦层面 限制中共购买美国农地 参议院上个月压倒性通过 《国防授权法》的一项修正案 加强联邦对外国购买美国农田的审查 可禁止中国、俄罗斯、伊朗或朝鲜购买美国农田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Munila Weisskopf 李梅、高玉采访报导 加拿大加地诺啤酒节 传统品味与健康时尚的体验 近年来 五酒精酒已成为西方社会的流行社交饮品 加拿大的加地诺啤酒节 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为人们带来传统品味与健康时尚的体验 今年的加地诺啤酒节 位及了350多个品种 来自魁北克省及安达略省的30多家啤酒酿造厂 为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和体验 人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 让五酒精啤酒近年来成为一种时尚 不仅保持了传统啤酒相似的口感和风味 还增加了水果清香 受到人们的青睐 加地诺啤酒节每年冬夏两季各举办一次 今年是第十二届 伴随着现场的水上乐园 休闲花园 捕猎竞赛 及摩天轮俯瞰全程等有趣活动 啤酒节将品酒 社交与娱乐融为一体 带给人们时尚新体验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妮 加拿大魁北克 加地诺报导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全球新闻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ь� where are are you 明镜US